youtuber反骨男孩的队长酷炫 近日在IG现实动态发文 透露每年都会有一段时间 感觉自己经历严重的水泥 先前他的社群平台账号被其他人盗用 还因此惨遭封锁 社酷炫也立即发文 询问是否有人可以协助拿回账号 日前他起床后又意外发现信用卡被盗刷10万 导致他被迫情卡瞬间就变成穷光蛋 此外酷炫还透露这几天 莫名其妙的生了重病 现在连出国都没办法 因此他不禁有感而发地表示 在这10年以来 他都是靠着意志力强称到现在 尽量让心态保持乐观 没有患上忧郁症 已经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酷炫也感慨表示 如今才能理解以前 几乎每天都看到父亲 贪坐在客厅的无力感 在拼搏失业的时期 却接二连三地出现意外状况 让他真是觉得心好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